今天我们要画的是这一张可颂 首先我们要用铅笔来打稿字 用铅笔 那因为我要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所以我用黑色的色铅笔来打稿 那记得你们先用铅笔 不要用黑色的色铅笔 然后呢 我们在画这个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把它定位 你先把上下的位置先定好 先大概定一下 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先画这张纸张 我们先画这个纸张 我们在画铅笔的时候 你可以很多条线 线很多没有关系 但是记得要清 那这边有一个折痕 那现在线的线不一定是正确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画的时候会在修改 然后好的之后 你就可以把大概可颂的位置先大概定好 好 我们先用几何图形来构成 然后再慢慢把它修成我们要的形状 记得在画的时候线很多无所谓 但是一定要很清 那现在开始我们把可颂的大概正确的位置 把它画出来 现在把它形状 把它本来是几何图形 把它变成圆弧度的 好 然后它有那个一朵一朵的把它画出来 好 我们先用几何图形 然后好了以后 你就是要把比较正确的位置 假如说这线条是这条是比较正确的 稍微加深一点 好 然后再修正 纸张 可能这样再宽一点 对不对 好 它这个弯弯曲曲的 等一下上色的时候直接画就好了 然后再把不要的线 然后再把不要的线用橡皮擦把它擦掉 好 把它擦掉 把不要的擦掉 那这是基本的构图 好 谢谢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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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